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小妹 安政哥 蝴蝶 快点 抓住他 阿公 你怎么了 阿公 这药真灵 阿政哥 你给我抓的蝴蝶在哪呢 糟糕 我只顾看药草把捉蝴蝶的事给忘了 你呀 老是这样 一见到药草就把什么都忘了 爸爸 爸爸 这是不是鱼心草 对 上次阿公的病就是用这种药草治好的 爸 你以后上山采药一定要带我去 我要像你一样长大以后当一个医生 孩子 你年纪还小 当医生是很辛苦的 辛苦 我不怕 看到你为病人解除了痛苦 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哪一样 怎么了 手给杜冲药了 别着急 我马上去采药草给你来治 这药不行 擦上这药一会就会好的 真的不疼了 阿珍哥真有本事 阿珍 你见到我的药除了没有 只要你肯带我上山去采药 我就告诉你 别闹了 快给我 你知道吗 小胖爹伤了 我得即刻上山去采药 我去采药 爸 给你 爹伤 对 这爹打损伤的药 用锦圈三七支 我也去采 爸 你怎么跟来了 爸爸 你看 我采到了什么 对 至小胖的伤正是这种药 爸 我再去采 别走远了 爸爸 爸爸 这里有草药 别去采 阿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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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有 阿珍 李时珍经过27年的辛勤劳动 完成了本草纲目的著作 对世界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